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实里面 很多人都要作出各方面的适应 当然 这样长期在家里隔离 是人类历史里面证明了可以制止疾病的传播 对抗一些大规模的传染的最好办法 那 有没有一些以前在家隔离的例子 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呢 在1665年的伦敦 全欧洲爆发了黑死病 我们俗称的鼠疫 23岁的牛顿正在伦敦的剑桥大学读书 由于疫情的严重 剑桥大学也宣告要停火 于是 牛顿就回到乡下的家 当时 交通停了 也没有我们今天的网络 或者快递的服务 年轻的牛顿就过了18个月 真正的与世隔绝的日子 牛顿说 这一段日子 是他心至最苦的经历 但是他同时也说 令他意想不到的就是 亦都是在这一段日子里面 他可以真正地用心去研究 自然和思索信仰 牛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一直期望在自然世界里面 可以找到神创造的真理 结果 牛顿利用在家隔离的时间 他在神学和科学上面都有所发现 就像我们今天熟悉的三大运动定律 万有引力 甚至乎在数学上面 不可以少的未继分 其实都是牛顿在家 自我隔离的时候研究出来的成果 看到他的例子 你又准备如何去过现在的隔离日子呢? 《旧约圣经》诗篇第九十篇十二节里面 诗人向神懇求说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觉得这一次要隔离的时间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去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善用过每一天呢? 还是他说好忙啊? 我们不单止没有去感谢神每日的恩慈 亦都很少去想 如何去将生命过得有智慧 有永恒价值一些呢? 现在我们虽然迫着要留在家 但也不是没什么做的 比起牛顿 我们有更多方便的资源 不如我们就把握时机 趁着这段时间 来增值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去亲近神 操练自己的信心 以靠从神而来的智慧 用平安的心 善用每一天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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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